男人正在播新闻 一个胖子突然冲进镜头 说自己耳朵里有炸弹 主播麻了 赶忙叫人将他拖走 面对警察胖子说自己上脑腾 胸口腾 类条腾定沟腾 耳朵里的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警察听懵了 完全没理会这个疯 男人捂着脑袋走出警局 第二天他便死在了工作岗位 耳朵还插着一把螺丝刀 胖子患有智力障碍 今年四十出头 法医对其进行尸检 发现他果然是被螺丝刀戳死 一般人不可能有那么大力气 因此断定是他杀 男人妻子万分悲痛 原来他的智力也有缺陷 女人说丈夫天天喊疼 每天都很痛苦 警察想要调取胖子病例 医生却说电脑坏了 警察来到工厂 摄像头也被拆了下来 就这样 男人的死成了未解之谜 工厂员工全是智力不全的残疾人 管理人员极其友善 可惜新的女警发现 他们的工作服逆成不染 防滑手套也是新的 这说明工厂知道警察会来 故意演给他们看的 夫妻二人有个智力健全的儿子 由于嫌弃父母 他早早便离开了家 即便听到父亲的离世消息 男孩也没有一丝表情 原来父母想送儿子上大学 可他们对金钱没有任何概念 儿子一气之下选择了离家出走 回到警局法医对死者病情进行分析 最终确定男人患有法部锐综合征 如此重大疾病 为什么医院没检查出来 经过审序 原来工厂每年都会贿赂医生 员工体检只是做做样子 眼看藏不住 老板总算公布了监控视频 那天胖子一回来便拿着螺丝刀 请求同事把耳朵里的炸弹拆下来 由于同事智商也不高 一心想帮忙 这才酿成了惨剧 警察提醒了杀人凶手 男人回答如出一辙 可法医还是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为了揭穿真相 心理学家进行了一场化疗 终于引导大家说出实情 一直以来这里都是黑心工厂 老板不但不给工钱 还没收了员工存折 将残疾人的个人补助也扣了下来 胖子一心想拿回工资 送儿子上大学 老板不但对他拳脚相加 还谎称自己在他耳朵里塞了炸弹 由于胖子身患疾病 天天头痛 他信以为真 请求惠宁罗斯的同事出手相助 没想到一下把自己给引死了 老板将这些黑心钱 全都购置了豪车豪宅 他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 姑妻儿子之所以智力健全 是因为他是二人收养的弃婴 他的养父母虽然不聪明 但却心地善良 得知真相的男孩再也控制不住 他冲回家抱住妈妈 爸爸虽有智力缺陷 却全力以赴守护着这个家 树欲尽风不止 男孩决定喜心革面 像父亲一样 深爱自己的妈妈